早上8点钟 赶快出门了 但是还是要做个营养早餐 和蛋饼 怎么那么搞笑 前面这个气 在行业里面有种情况 就是兄弟店里互换车 朋友买了一个罗宾汉 现在我们去提车两个place 我们去 今天天气稍微凉一点 但是天气是晴天的挺好 朋友是个艺术家 然后我发现很多艺术家 都是很有个性 都喜欢开木马人 昨天随手在唐大叔店里面画了两笔 画得真好 然后我也跟他说 给你多打点 你就给我画一幅回头 我可以拿来用的 画个吉普 招了他自己新车 去aposal转一圈 把木马人踢过来 一条小路 走条小路开这吉普去踢吉普 好了 我这边的automall 这是兄弟店的aposal吉普店 哦 邦大叔有来过几次了 来这边换车 we're here 哇 哇 好多吉普 哦 这个雪菜搞得这么搞笑 用棉花 KO2吗 这是一台SRT Demon 808匹马力 如果加赛车汽油的话 可以840匹马力 现在最猛的一台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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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n 你看到吗 那个脸 橙色的啊 橙色的Demon 这个是最有意思 你看他这个轮胎超级超级宽 哈哈这个挺有意思的 取到了车 顶配卢比肯的钥匙 啊哈 一会去拿车 哦 呢 Come on nice 这是唐大叔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Steam Grey 军舰灰 第一眼看很一般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买这台 很像领队的 大家就是来开这台 啊哈扯到了 全新全新的一次试驾都没有 木马仁现在这个全新选项ACC 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嗯 首先呢 启动 启动完之后呢 你可以定个上线的速度 按一下set开始 定个上线速度 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你自己来控制距离 所以 从刚刚堵车的时候 我脚就刹车和油门都不用踩了 那他自己控制 我定的上线120 现在是90多公里和前车距离 看到绿色右上角那部分 对吧 这个新东西挺好玩的 挺好用的 而且 唐大叔全新车开回来 现在油耗 因为我开车还是比较温柔的 能开到13以下 罗宾汉 现在就是安排去清理车子那些东西了 朋友晚点来提车 这个新功能挺有意思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平时定速度的那种传统的就用这个 就定距离按一下这个 Ready之后呢 再用这个Set 现在没榜线 现在不行 Set完之后这里就变成绿色的 绿色那里开始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控制距离 漂亮的钢灰色 卢比和卢比肯这个级别 一点点小红暗红色和这个颜色真漂亮 唐大叔第一台吉普的颜色 哟哟真不错 回到木马人了啊 艺术家开木马人 拜拜 哇真开心啊 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 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的 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 支持下业务啊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好吧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树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